最後終於覺得你是一個主觀者 你跟這一切是一體的 你可以開始平等的跟他對話 或是就是理直氣壯的談論 因為在美國 就像美國中古大學的時候 你在周遭的所有朋友 他們談著新高采烈 你發表意見 人家都會隱隱的給你感覺說 那不干你的事 那種奇怪的感覺 就說那不干你的事 你再有智慧 你再了解 也不干你的事 那很奇怪的這種局外者 那另外一個其實我覺得是更重要 那我覺得很少聽到人提起 但是就很提起的 就是不只是說從我這 我想他這個 他現在計畫要寫這書寫 就是關於比較形容上的哲學 思想這個事情 那個應該是一個很重要的命題 我想台灣的當代的 當代的所有的創作者 或是這個走現在 在走的人到最終被檢驗的 都還是他在哲學上 或是他在思想上 究竟回答了什麼 我自己覺得這個是絕對是很重要 而這個也應該被拉出來 就是我們看法國在戰後的6070 各種思想家、哲學家的浮現 不是一兩個 是一群的 那為什麼我們都只看到創作者 我們一堆創作者 可沒有看到一個思想家 這是奇怪的事情 那這個關鍵點就是在 究竟在哪裡 或是我們自己沒有要求自己 或是我們自己認為自己不能回答 邪而上的事情 這個我覺得是很有趣的問題 不過建宏提這個事情 事實上我自己也對我自己來講 這個意思也是存在的 就是在後期 我事實上 建宏看得很清楚 其實到後期我事實上會開始 比如說對小說的人 我會開始思考 就是聖經跟那個道德經 就是東西方我覺得 我可能比較核心 我覺得我把它當作核心 在思辨的一個事情 但是我並沒有很 還沒有把這兩個事情交叉 沒有明確把這兩個事情交叉 但是也不是沒有 我上讀了一本書 是簡體書是很厚的 但台灣可能 我相信很少人 因為他 我不知道在哪裡買 可能在大陸買 那基本上是一個大陸作家寫的 他在美國的一個神學博士論文 他的這個論文就是討論 聖經跟道德經的關係 他的整個辯證是說 聖經 他整個辯證 因為他整個辯證說 道德經絕對受到聖經影響 這是他的利潤 然後他們當然 聖經跟道德經出現的時間點 是很接近的 然後他整個論述就是 不斷的在中間對比兩邊的話語 兩邊的事情的關聯性 那沒有說服我 不過我覺得是很有趣的 那講說提到說 聖經跟道德經之間的關係 因為其實在我看起來 我覺得聖經 聖經對整個西方文明的影響太大了 可能希臘之後 就從羅馬開始 整個脈絡其實都跟 到現在 我覺得到二十世紀 你到存在主義 其實都還是隱性的在對抗聖經 他就是跟這個事情還是繼續 他就好像是一個放棄他的 聖經也許像他的那個 中堂或是他的 他的父系 他放棄了 可是他還是繼續的詛咒 他的這個父系 他對抗他 他說我可以不要你 我可以沒有你 我可以存活 這個 這個 就是說離開了 依舊困擾的那個關係 他宣稱 尼采宣稱 上帝一世 宣稱我們離開了 可是後頭 一百年 他們還是在討論這個 我離開後 到底是怎樣 這個事情 所以那個聖經 對西方文明的影響太大 那道德經 我覺得 在我看起來 當然是這個 中國文明裡面 非常重要的思想的詛咒 我一點不覺得 我覺得 盧家只是一個道德 道德的交換 他們完全對我沒有思想 那思想 你真是人生觀 你的 你為什麼活著 你的這個 比較顯得上部分 其實在那裡 我自己其實並不是 像聖經跟道德經 我不是 我的做法 我基本上不是那種 就是我不會把一個 我不會說把聖經讀懂 或是完全讀出一個結論 我再去做的事情 我就是一邊看 然後我道德經也是一樣 我一邊看 我就一邊做我的做 就這兩個 就是我做事情的時候 同時閱讀這樣 那就是 我對他的閱讀的心得 就丟出來 所以他不是結論 也不是終點 也不是代表說 我已經對他有一個 明確的觀點 我也沒有意圖 要最終要提出 對道德經或聖經的最終論 只是那個東西就是 聖經跟道德經 對我來講 可以不斷刺激我的思考 或是讓我看事情 或思考事情 我覺得那個東西對我 是有 會有一種 一種是 因為 就好像 有些東西 你在創作的時候 他會挑戰你 跟機靈 那很多東西都不會 那這兩個 在我的感覺上 是比較會 而且可能到 目前為止 我 但我並不是會 一直看一直看 我也不是基督主 那我覺得 聖經相當有趣 因為聖經 就是說 假如你對西方的文明 感興趣 就不可能不去 注意聖經 因為他 那個關聯性太大 就好像 你要去看中國的這個 你要去看那個 西山行禮圖 西山行禮圖 你怎麼看得見孔子 當然沒有 你絕對看得見老子 老子是在那個 整個 中國的文明裡頭 絕對有 你去看道德經 一定可以對照讀到這個 可是你拿輪語來對照讀 就讀到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關係 好 那 我剛剛其實 一剛開始丟了 就是說 聖經跟道德經 其實 我在想其實 慶樂給我的一個感覺 其實最主要是 其實台灣 很少作家 他直接的就 嘗試的去用 他作為一個個體的身份 而不是一個研究者或學者的身份 然後 去把那個 思想的一個目標 丟得那麼遠 好 那我覺得其實這個是 就是說 我覺得慶樂 他很特殊的一個地方 那 我覺得在他的書寫裡面 也有一個 也有一個其實就是 思想跟實踐之間 一個不斷的一個 柔和的一個關係在 那 我在想就是說 有一個其實 可能慶樂 或者在座的 在座的朋友們 應該 也會希望 可能慶樂 可以再多談一點 可能就在於 文學的書寫 跟建築的書寫之間 好 那這個文學的書寫 跟建築的書寫之間 慶樂那邊還有一個 非常重要的當然 就是他跟電影 還有跟 藝術 當代藝術之間的 某種關係 好 那 那我在想其實 在台灣能夠 然後同時的 同時的涉獵到 這些部分的人 其實並不多 好 即使 我在想有一件事情 在最近發生 然後它是有意義的 好 就是其實慶樂 也在這裡面 著力了一些 就是說 王大宏換成的出版 好 這個很小說的出版 那其實我覺得 就是說 就是說 我們或許台灣在 從五六零年代 一直到今天 其實我們太過於 特別是在一個 不管藝術創作 或學術上面 都太快的 用一種專業化的 角度在衡量 每一個個體 每一個創作者 或在定位每個創作者 好 那也使得 就是說 王大宏他 他作為一個 已經 就是說太重要 不可取代的 台灣的一個建築師 然後 他換成出版的時候 其實他還是很容易 被閱讀為 它是一個附帶的 行為 好 那我在想就是說 其實這件事情 就是說 為什麼慶樂 他對王大宏 始終保持的 某一種 很強烈的興趣 然後 他就是說 慶樂在他自己的實踐裡面 又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 他會 但時代很不一樣 時代很不一樣 所以 其實慶樂 他更快的 直接的 就去進行某種實踐 好 那我在想 這個部分 也可以請慶樂 再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 關於建築的書寫 跟關於文學的書寫 而且更何況就是說 慶樂的那建築的書寫 其實在本身的建築行為裡面 又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狀態 就是在80年代末 到90年代初 就是說 欸 台灣開始出現一種 就是說 開始在發展一些 所謂的建築概念 他可能不是 重點 不是在於 蓋得出來 或蓋不出來 而是在於 對建築相關的思想 你都問得蠻準確的 我可以看你的小超 這個也是 我想其實可能 某個程度 我跟建築是 角色上 或我們扮演的角色 有點類似 就是因為 我們某個程度 就好像 他其實是 哲學 然後電影 他現在也是 一般我們認為他是一個評論家 跟一個策載人 跟學者 那角色事實上 是有點跨 那 我到 我基本上 就假如說 用王大宏來看 因為王大宏其實 我自己是有點嚮往 就是 就是嚮往 像王大宏這樣 其實也是 像建雄剛剛講 我覺得 近世代 尤其是二次戰後 這種分科專業 越來越嚴峻 這東西 是讓我一直很舒服的 雖然我是正統的一個 完完學統純正的一個建築訓練 但我還是隱約的在抗拒 就是說 因為我是念建築 所以 我只能做建築 其他都當作業餘跟休閒 這事情 我也不太接受 那當然這個 其實對抗上有它的難度 我想 可能建鴻 說不定也感覺到 因為 別人總是會說 他以前是念什麼 或說 他其實是做這個 他只是來插插花 但無論如何 你總是 最後還是要被專業的檢驗 不過這個 最終他的背後就是 近世代的這個文明裡頭 把我們逼迫的 專業化 而且非常領域 越分越狹窄的專業化 這個事情是 但是我很不舒服的 那王大宏 我覺得王大宏 我對他尊敬就是 他 我們看他現在96歲 你看他一輩子 他從來 他才是真正 那個建築血統 純正到不行了 他是真正 純粽 濃到已經沒有人 可以比他更濃 最純正的 可是他依舊 他可以作曲 他可以畫畫 他可以寫小說 而且他的小說 寫了四、五十年 沒有放棄 所以可能我反而相信 那小說裡頭 他的某種 關於他的思想 他對於人生的概念 說不定 他的建築上已經 不相信他可以透過建築時間 所以他反而 我們反而可以透過 他的小說裡頭 閱讀出 他真正的思想在哪裡 他真正的價值觀 那個面向 那當然也透過對於王大宏 這個面向的 質疑跟肯定 我覺得也希望是 拉回來對同代 像我們或更年輕的人 來做一個提醒 就是說其實 我們都要努力的 把自己發展成一個完整 而不是被專業訓練成 一個工具化的那個角色 所以那個趨勢性 事實上是一陣出來 我想尤其在學院裡頭 我們都在學院 都可以感覺到一種 它是有一種隱性的 一個逼迫性 那假如我們拉開 做一個人 或是像回到建築剛剛講的 就是說你真正要思考的 最終還是那個 哲學跟思想的事情的話 這種分科的方式 是不可能發展出 思想跟哲學的 因為你只會 只會被逼到 非常的工具化跟技術化 那你沒有一個全觀性 你是不可能有哲學的 那就是你不可能 有一個全觀的視野 沒有全觀的視野 你怎麼提出 你對於這個 一切的看法 那這個 裡頭是有一種因果關係 那對王大宏的這部分的 對我來講 他就是一個偶像 他是在open-chain-信 我們的台灣就一個 政治界就一個 這樣前輩 那麼完整的發展出 這麼完整 而且每一個面向 都讓人敬畏 這個 這東西是說 我們相信 因此我們相信是可能的 所以我們相信 現在還有存活的人 是做得到 表示我們 還應該做得到 我們應該要 不要放棄這個方向 大概是這樣 我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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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結慶樂 就是說 我跟慶樂 其實有一個 應該算 共同的師長吧 好 其實就是講訓 好 那我在想 就是說 其實 我 我會重新回來 再關注講訓這件事情 一方 我剛剛以為你要說 我們有一個共同 因為你一頓的時候 我以為你會說 情人 好 這可以放在 在後面 一個問題 好 那那個 我在想 就是說其實 就是說把 當然就是說 蔣老師對我來講 就是說 他在某種 就是說 在某種程度上 因為台灣不斷的 在現代化 然後在這種 台灣的 這種現代化 然後把現代化 變成一種 八卦化 或者說 把它變成一種 議題化的東西的時候 那 當然就是說 好像 蔣軍他似乎 就離所謂的議題的 台面上的議題 就越來越遠 可是 其實對我來講 就是說 如果說 就是說 我們去尋找 不管是一個文學家 或者是一個創作者 美學家 或思想家 他在一個人間裡面的 一個實踐的話 那我在想 就是說 其實 蔣軍他算是 很早在70年代 他事實上就是一個 很重要的實踐者 那在這樣的一個 關係裡面 包含就是說 嗯 就是說 嗯 庆越跟我的一些共同朋友 像張小紅 然後像陳冠華 還有就是說 欸 那個以前的院長 突然忘記他名 安育倩 其實大概都跟 蔣軍有某種程度的密切 那 這個密切其實 其實是涉及到影像跟 文學之間 原來蔣軍是我們共同的情人 所以 欸 我們就 就是說 我覺得接下來可以 再讓 庆越再去談一下 就是說 包含 就是說作為一個台灣人 在一個台灣的一個 不管是求學的脈絡 或者 在一個專業思考的脈絡底下 到底 這些影像 因為大部分的所謂的 作者電影 或者 藝術電影 其實都是來自於外 外界 然後 嗯 庆越有一本書很特別 其實他是用了 欸是十部電影嗎 還是 十 十 對 十或十二部電影 作為他 那個 小說的章節 那裡面其實 唯一一個 我覺得也是 就是跟 我也算不錯的朋友 就是蔡平亮的 蔡平亮的作品 那 我在想就是說 其實可能 接著可以請 庆越用這種 就是說我都常常試著就是說 把他 試著某種 未脈絡化的這個脈絡 我們如何再重新去組織起來 我覺得其實這個對台灣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對 其實就是 蔡平亮漢漸漸講 我也漸漸清楚 他現在在做的事情 事實上就是 比如他提到 小群老師等等 那 他要去 我覺得就是 不管 他挑的 當然是他覺得有趣 但是 事實上 他開始把 就是可能在台灣當代 有一些人 在做一些事 然後追隨著目標 那主要是把那個路徑 整個追索出來 那路徑是很有趣的 因為 就像他講的就是 在台灣 你要認真的面對 台灣的現實性跟時代性 以及你自己 要發展出一個思想性 他一定要有一個慢路 而且每個人的慢路 真的很不一樣 就像我們看 蔡老師 你真的認真看 他從 巴黎回來的時候 他在學校兼課 在兼課 然後 他也 他 那時候我在念 擔當建築 他就跑到建築系來 兼一個 兩學分的課 那是 說真的 這現實效應是不高的 那我像 聽陳冠華 陳冠華 他那時候是在念 逢甲建築 然後 那個 蔣勳也跑到 東海建築去兼課 他就從台北 坐那個 坐那個 那時候坐Bus 坐那個 客運 坐很久 坐到台中 然後再轉到東海 然後 因為他在東海建築系教書 那 逢甲建築系的學生聽不到 那像講 就是 陳冠華 他們那時候在逢甲建築的一些學生 他們的方式就是 蔣勳 比如五點下課 他們就騎摸摸車 就是四五個人騎摸摸車去把他綁架 載回 逢甲 然後就晚上 跟他聊天到天亮 然後天亮把他送去搭巴士回來 那這種行徑 他那時候也不過差不多三十歲 我現在是有人綁架我 我一定就打電話叫警察 他便宜這樣 而且 我覺得是很了不起 我現在看起來是很了不起 因為我現在有點 角色有點像他的 老師的那個角色 可是 我覺得 然後他後來 比如他去東海美術記 專任 當系主任 然後忽然辭職 那忽然辭職 那忽然辭職 我也還告知 可是他就放棄這個 這個 這條路徑 然後就變成一個獨立的人 那獨立的人 其實就是無依無靠 他自己開始走 當然他這個無依無靠 你還是要找到 一個依靠 你總是就是不管怎麼樣 還是依靠 可是他就是有 他也有一條路徑在走 那這個路徑就是 他在 他的跟著他身體走的 一個現實路徑 可是他同時 他一定有一個 他的形狀上的路徑在走 這個部分 其實是 滿有趣的 不過我忘記你剛剛在問什麼 我在想 我在提醒他一下問題 然後我再加一個問題 就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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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實蔣勳他在 他的那個 這些尖刻跟談論裡面 其實有一 也就是如果廣一點講 所謂的人文教育 那這件事情 其實有一個東西很重要 其實就是他對電影的詮釋 那 我 我其實原本想問的就是說 影像 事實上你也跟何金泰合作過 然後 然後 那個時候其實那樣的行為 如果在今天他肯定也會被邀請到雙年展裡面 然後 只是那個時候 其實台灣大概對這件事情還非常的模糊 好 那 所以這些影像 就是說 所謂的人文電影的影像 或藝術電影的影像 它跟你之間的關係 就是說 包含你如何去 我覺得就是說 也就是說 慶樂他在看建築空間 因為 其實今天 其實台灣的建築出版已經 很不錯了 可是其實台灣的那個建築出版 對我來講 就是說大部分的 著作 他都還是停留在一種 挪用一些既有的方法 在做一個簡單的分析 要不然就是 一些很日常的描述 好 可是在慶樂的書寫裡面 其實他 他裡面有一種就是說 其實他 他都會用一種很軟的方式 去 強行建立 某一種關係 好 那我覺得 其實在這個部分 其實是 因為他做了很多 就是說我覺得 影像對他來講 應該有相當程度的影響 那我為什麼會覺得 可以再追溫下去 因為 因為其實之前 慶樂老師也有另外一位 對話者 其實是一個日本人 好 那 他其實是念文學的 然後他曾經在 真滿足的這一本書裡面 就是說 提了一個比較 一個對比 我覺得 那個對比其實也很重要 但 在台灣的討論裡面 這些東西都不斷在流失 就是把 慶樂跟 法治平民大家 去做比較 好 那我覺得其實 我為什麼 我覺得可以再跟著影像 再去進行一個追問 就是說 慶樂從翻譯 繁華聖母 就是 是 詳學內 就是法國一個非常重要的 作家 然後 當然就是說 他 他是所以非常重要 包含他的 犯罪 還有他本身的同事身份 然後 然後跟法治平達 然後 再到台灣的蔡明亮 那我在想 就是說其實 其實 這個 這個路徑剛好 其實他都 就是說 不管是他的對話者 關注到或說 其實他自己在 在那一本小說裡面 也用了 法治平達的書 法治平達的影片 作為一個章節 所以我覺得 可以請慶樂再談一下這件事 是 這個 果然厲害 真的 我那個影像電影 其實對我影響蠻大的 就是 我其實 就是 整個閱讀 當然 小時候一直到大學 主要是 主要還是 從文學找個閱讀 然後 後來當然再拉開 那 可是大概從大學 大學開始 結果開始 練習 然後 其實看的蠻多的 尤其到 退伍的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開大那邊的 舞屋 還有那個 跳蚤屋 幾乎就是 不敢的跑 然後 然後到美國 我事實上 在第二個期間 是看電影 那段時間 後來就看的少 可是那段時間 大概在我 二十歲到三歲的時候 是非常非常密集的看 像法治平達 像這些人 其實是真的 可是真的 但是也沒有意圖要怎樣 可是我相信那個東西 當然就影響到了 很多東西 包括裡頭的 那當然像法治平達這樣 或像仁內 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 這樣的 藝術家出來 其實對我來講 他們其實透露了一種 就有點像 我為什麼跟何今在拍那照片 就是 實際上是要重新思考一個 道德及美 尤其是從另外一個 我們所謂黑暗面或負面 或是醜的這個角度來看 因為整個這個社會 是慢慢的 進入到一種假象的快樂 跟假象幸福 跟假象美好的一種 某種我們可以說 中產階級意圖 欺騙自己的一種假象 以你的那個美 那個道德 跟那個所有東西 一定都要被挑戰的 一定要被 尤其是要被創作者挑戰 所以一定要去戳 那其實在法國的 我們看法國的 從事實際上 從那個二治華 在烏查 那個曼洛斯一直是有 那種逼問真相 然後看世界 以單一的那種 那個面相來看 那個東西是一直都有 那 那個誰 把我跟那個 那個誰 法斯賓達一起來 他好像也把我跟 吃他 是嗎 我 法斯賓達我 假如問我 問我的話 我覺得法斯賓達一種 我事實上後來 在跟那個 蔡明亮有一次 好像是 也是硬科做的一次 蔡明亮專輯 然後 就找我跟蔡明亮 對話 那 我那時候是 有點像那個角色 比較愉快 反正就一直 我也問他 問他跟那個法斯賓達的關係 因為像法斯賓達那種 那種低成本快速 然後同時 用固定班底 那角色 然後整個片子看起來 有點像 低成本製作的 可是又很尖銳的去搓一些 人性的一個 而且搓到 不搓自己 不搓別人 然後他跟那種 角色之間的 那種密切的 那種 不知道是愛還恩的 那種公私關係 都 讓我都覺得 很 還蠻有趣的 所以我其實一開始 跟蔡明亮對話 其實前半段 一開頭的前二十分鐘 全部都在談 他跟法斯賓達的關係 當然 那個 蔡明亮大概沒有預料到 所以他 招架得有點光光 我也跟你一樣 我都完全沒有時間 給他透露 我要問什麼 然後 可是後來那音科出來的 那一大段通通不見 可是我相信 蔡明亮把他刪掉了 因為他不是音科刪掉 完全沒有看到 我跟蔡明亮談法斯賓達 對 那 我對這個無法自比 我覺得你的角度 就是你看會比較清楚 或是那個 當時寫的 可是我自己 我自己 不太能夠看到的自己 我稍微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說 當時就是說 那是橋本公子 好像是我 對 就是說橋本小姐他的那個 觀點是這樣 就是說 因為 慶悅他寫了真滿足 然後真滿足 就是說當然 在中文裡面 我們如果直接看 不會唸真滿足 會唸陳滿足 然後會想說 喔 這個故事可能 就是在講曾經 滿足過 的 什麼樣的記憶 或怎麼樣 那當然也是 可是 可是他就把那個 主人公就叫真滿足 然後 就是說 橋本在談 這個 這一篇短篇的時候 其實他拿法師兵打的 就是說 就是說 恐懼吞噬愛情 好 那恐是 恐懼吞噬愛情 其實這一部影片 其實在講一個 圖爾旗的 因為 在德國外勞 其實大部分都圖爾旗 非法移民 非法移民 就是說 然後有一個老的 德國女人 就是 跟這個圖爾旗的 移工 就是非法移工 之間產生了戀情 然後到最後 其實是以悲劇收場 因為 如何去克服這件事 那 法師兵打就把 種種困難都疊在一塊 就是說 一個階級 有種族 有年紀 有各種 各種的 你們就是 天生不該在一起 這樣 對對對 那個 橋本在做這個 比較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這個 比較非常有趣 因為他指出來一點 就是說 法師兵打 他 他必須要把這樣的 一段感情 他 其實會把他 用一個 國主的 定義 也就是 土耳其跟德國 用這個 國主的定義去強化 那個衝突性 好 可是 可是在 那個 庆月的著作裡面 他同樣主角 也面對到很多的衝突 可是其實 慶月的處理方式 他不會用一些所謂的 認同的這些標籤 去把問題強化 那 我覺得這件事情其實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就是說 就是說 我們常常因為受了這些 就是說 所謂的歐美的國際的這種方法論的影響 所以 我們其實不斷地在要求自己說 我們如何把事情強化出來 我們一直覺得 亞洲人的社會就是這樣軟軟的 然後事情都不講清楚 然後混濁一片 我們常常 所以我們好像要學習 要把問題給變得犀利 然後清楚 那 喬本在那個比較裡面 他反而說到了 就是說我覺得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說 嗯 法師兵打這種 就是比較屬於歐洲知識分子的一種操作模式 他跟慶月之間有一個差別 就是說 我們會發現到底人跟人之間真正的衝突 是這些tag 就是說這些 認同的tag呢 還是說 是這些標籤 還是說真正情感上面的一個難解 那我覺得就是說 其實慶月他在書寫他的一些 就是說 短篇或者說 小說 其實常常會出現這樣的東西 其實他常常會把那個難解 就是說 細緻化到 所謂的人身上 所以我們在看那個真滿足的那個小說裡面 就是說 他的背後肯定有社會階級的問題 然後肯定有社會倫理之間的問題 可是 可是其實 那個難解 或者說在亞洲人的某種特質裡面 它其實是 就是說 我一直很強調 就是說 我現在在發展的一個想法 其實是 感性移植這樣的東西 性 移植 那其實 為什麼會發展這樣的東西 因為 對我來講 就是說 其實亞洲在他的一個特殊的歷史裡面 不管社會階級 或者 外來殖民 這樣的一個關係裡面 其實我們 在某種程度上 是失去語言的 就是說 其實包含我們現在 我們兩個人在這邊講的話 它事實上 它事實上有很多的架構 其實是必須透過對西方語言的架構來對話的 好 那在這樣的一種 失去語言的狀態 所以 其實我們可能有更多的東西 不會像法師兵打的那樣 就是說 其實每個人就是 有一個明確的 各種各式不同的標籤 而是有很多的東西 其實都是在身體裡面在消化 所以 所以我們的身體其實是 相對的 是更複雜的 那 我會覺得其實 其實為什麼 會問這些問題 也是 這是非常有趣的 那個 建宏說真的 真的很好 這些我都第一次聽他講 所以他剛剛講的一些觀點 我們之前都沒有 還沒有溝通過 我都完全 但是這些提到 關於東方 像我自己 所以 所以會 像 我在小說裡頭 比較用 尤其東方三部曲 我比較用聖經 的 聖經 來做我行而上的啟發 可是我在建築上 如果建築如果建築如果可能 我其實上是用小的一部 那當時在寫這個脈絡的時候 其實我給自己定了一個命題 這樣 就 就像我這樣 完全是受西方建築交流起來 我們在大學 根本沒有 沒有那個 關於台灣這個系統的訓練 就是 整個學西方的現代系統 然後到美國在念書 沒有工作 所以是完全這個 然後轉回來之後 我 開始寫評論 我開始寫文章 我當然也是引用這個東西來 那個 那個是我的 很前 跟我的底子 我用這個來談 可是到一個時間點以後 我就漸漸覺得有點惶恐 是 那 我總是在 轉譯一個東西 而且我轉譯的東西 說真的 我真的那麼懂嗎 因為那個懂 已經不是 他的一個 他給你的結論 是這個結論後面 蘊亮 他的那個文明跟文化 那個 我不是 我不是 我不是主體 所以 我那個是 永遠是 不可能真正介入 跟真正掌握 所以 我不能夠長久 那個主體 要另外建議 所以 假如說 我要談論建築 我可以 脫離掉那個主體 所以 其實在 最早 就像這樣說 我最早寫 如果建築的時候 是給自己一個命題 就說 我要 開始寫台灣建築 一個一個寫 但是 你頭 聞到你頭 不准 你用不到 任何西方人 任何一句話 任何觀點 任何理論 就是不行 那 看你還能不能寫出來 就像那個話語 你的話語 剝奪了 你還能說得出話嗎 那你說不出話 你要找個新語言嗎 你就要找 那我就要依靠 依靠到了經濟語言 我就必須要尋求一個語言 這語言是很重要的 就是 那個話語 其實 我必須要尋求一個新的話語 就是我要重新找回我的母語 那我要 用我的母語的時候 我要先斷掉我已經熟練了 那個令的語言 那個語言 必須要狠狠地把它切斷 我覺得要暫時切斷 到你真的找回你的主體的時候 這個再回來是OK的 它並不是仇恨 而是它已經取代 佔掉你的母語的位置 就變成恐怖了 就是主體跟課體的關係已經顛倒了 可是主體不容易建立 所以有一點是在逼迫自己 逼迫自己就是 我就只能 而且限制到道德經 我就只能用道德經 一本書的觀點來寫 我最後寫了將近三十個人 寫到後來 因為我沒寫一個人 我都用裡頭一個字 不能用什麼弱啊 用什麼 然後後面我都找不到字了 幾乎道德經也不過 這麼小小一本 我是一個人把所有字都要被我找完 不過那個其實語言是很重要 像我回到小說來講 我在最早寫到真滿瑜 就是我在美國寫的最後一篇 那篇寫完之後 我是突然的 就是突然大概這兩個禮拜內 就被美國公司送回台灣 所以不是我預期的 就是他們突然 那時候其實是 就是墾丁的海生館 那時候我們公司接到 他們就決定把我派回來 我就跟我說 然後一個禮拜後 就回台灣報道了 就咚就回來了 那回來也是很重要 可是回來我也想說 我要繼續寫小說寫 可是那個場景已經像 它已經不是 不是芝加哥 不是那個鳳凰城 然後面對的 我不再是一個外國人 我不再是一個 我是一個在台北生產 可是我要來寫台北的故事的時候 我發覺出問題的 因為我寫小說 真正是從芝加哥開始寫的 所以我一開始發展的語言 跟寫的那個方式 是用一種 我作為一個台灣人 在芝加哥一個專業者 一個單身專業者的 那種情境 它會發展出一種寫法跟一個語言 那那個寫法跟語言 我轉回台灣的時候 我角色 我的物理角色轉變了 我不能再用那樣寫 然後我事實上是有點懷疑 一樣是這個語言的 語境的轉換 那當時 我覺得我要把之前的語言斷掉 以前的寫法斷掉 可是就是斷掉不容易 像斷奶 所以我事實上就決定 停筆兩年不寫 不要寫小說 那兩年 我同時要切入一個意識的東西 然後自己把它打斷 所以我 決定翻譯 那個 凡哈聖母 那凡哈聖母 當然是因為我在美國 我事實上對他 重點突改機 我大概就把他的 英文小說 大概七八本都看好了 所以我本身就喜歡他 然後回來 我想我要找一個 找一個東西來 其實我其實一開始 不是出版社找 而是我自己 就挑凡哈聖母 就自己 當作自己做功課 這樣在翻譯 我翻了大概 五六十頁的時候 那當然是因為 人類的那個語言 那個強烈性跟他的那個 他裡面夾雜的那種 太強大 我覺得需要一個 那麼強大的東西 來摧毀我原來的東西 把我原來依靠的東西 因為我要用他的語言來寫 就好像是領鐵一樣 要領兩年的鐵 領到兩年的鐵 你原來的筆法 一定會改 有點用這個過程 所以他本身是一個 就是那個 人類翻譯人類 其實對我來說 只是一個 破掉了前面的語言的方式 以及看之後 可不可以重新的 找到一種 對的語法跟對的語言 來描述這個 就是在台北 現在 在描述台北的這個狀態 那個中間是關於語言 關於這次上都有 所以就是說 我覺得 剛剛那個 慶悅講到語言的這個部分 他其實會讓我同時 聯想到很多的事情 就是說 其實我一直覺得 就是說我後來比較仔細的 去研究慶悅的相關著著作 我就會覺得 為什麼台灣研究後知名的人 都還沒有來 以他的文本作為文本 其實這個可能反映一件事 就是說 台灣後知名研究 他可能連取樣本的方式 都是依照歐美的取樣方式在取樣本 其實這個整個是值得我們警惕 到底 台灣真正的那個 後知名的那些線索 應該從哪裡找 我後來覺得慶悅的 他的那個小說 或者在建築上面的 書寫的實踐 其實事實上 都很有關聯性 好 那我在想其實 剛提到的這些東西 我之前其實有稍微帶過去 就是說 其實慶悅他的一個 書寫或思想的模式 他其實是一種 穿透性的 或者說我們說的雜交的 意識的 他不斷地在進行這樣的方式 好 那這個部分其實 我在想就是說 其實有幾個線索會很重要的 是今天我們在法國性格這邊 其實有一個非常特殊的 特殊的一個狀態 因為我覺得 比如說法國文化在台灣 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 法國性格其實它是 不斷地在進行很多活動的 這個是很多台灣的出版商 或者痛入 其實我覺得你們 如果有機會 其實事實上可以比較 法國性格跟成品的活動 他們之間其實在行動上面 或在行為上面 還有內容上面 其實會有一個非常大的差別 那我如果再回到清悅的身上 就是說 到底一個小說家 到底一個小說家 他可以推到什麼 所以我是比較像成品的性格 性格 所以 我把結論說出來 就是 沒有沒有 我覺得清悅其實是兩面同詞 就是 他 他其實 我相信他們 就是 就是說 他絕對有足夠能力 可以去面對成品的 那種 模式 然後 可能 跟信哥 這個就是看之後的發展 怎麼樣 跟信哥也要回到去 那我在想 其實這裡面有一個 東西就是說 小說家到底是寫出 好的小說 還是 一個小說家 他 是不是能夠被當成一個 很好的看法 還是說一個小說家 他有可能成為一個思想家 也就是小說變成一個思想家的 一個實踐的路程 那我們會發現就是說 其實 台灣的小說家 其實有非常多的小說家 其實在 過往長期的發展裡面 事實上那個語言 其實是在 就是說 一方面追求寫出好的故事 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跟台灣的某種經驗是 像 就是說不斷的好像在紀錄 路後出寫台灣的經驗 那當然像洛宜君 他就是一個非常 非常 不錯的代表 那 我覺得台灣其實 很缺的是 用一種思想為前導的小說家 那我在想 其實 慶悅他跟這個脈絡 他就會比較接近 可是當一個思想家 他作為一個小說家去發展的時候 其實這裡面會涉及到 也是慶悅之前提到的一個觀念 也是從他的著作裡面看得到就是說 其實他很早就是一個流浪的人 那個流浪的人不是因為他去美國留學 而是你從他的 他的行文裡面就可以看得到 他 他是 他同時表達出兩種互相矛盾的情感 一方面 他是一個很容易單膩的人 他會描述出那種 好像有一種吸引力 那種魔力 會把人吸進去 然後吸進去就不想走了 可是 他的小說裡面又不斷的得走 不斷的得離開 那我在想 就是說 他自己也提過一個對照 就是說 遊牧跟農業 這兩種模式的一個對照 那當然就是說 遊牧或雜交這件事情 就跟法國文化很有關係 雖然法國文化他 他在某種程度上 他在某種程度上 還是帝國式的 有某種帝國的特質 可是其實他事實上 裡面的雜交 或者那種遊牧 是非常鮮明的 那其實我覺得這一點可以再請 請音樂來講 是 跟那個建宏的做談 真的還滿愉快的 你提的 你談的事情 我都覺得 就是完全是 我自己也在思考 其實 我不是故意放他 我是說真的 那個 那個 一個是 關於那個 華人 就是華人當代小說 當然華人這個 小說這東西 在華人 世界發展 我們可能 這個形式 跟這個語言 我們可能就是 無事後才出來 所以到現在不夠一百年 就是他是一個很年輕的 那可能他最早 他整個發展 他面對一個這個新的 就是白話文作文學 他的淬煉 這語言必須要被淬煉 所以他語言需要時間 把他淬煉到一種 漂亮度 跟他的精準度 那個 那個就是要很多 像革命一樣 要很多人去實驗 那可是到一個時間點 這語言應該到一個 可以 那時候其實他要盡到 所以語言跟技巧 就是用一個 基本上白話文作文學 是一個新的語言 所以他絕對是要被實驗 跟淬煉 他的淬煉 大概我們現在看起來 一百年 差不多了 或者說還要再五十年 我不知道 但我個人覺得差不多 他下一個挑戰 絕對就是思想跟哲學 小說真正的命題 還是在回答哲學 那我們看整個華人的 說真的華人的那個 當代文學界 挑戰這個的 說真的不多 我們看的說老爺 他有沒有挑戰 他有沒有意圖挑戰 這在我看起來 其實像 挑戰也可能失敗 但是 在我看起來 就算挑戰失敗 都是可敬的 失敗 畢竟他已經看見 這個挑戰的存在 假如我舉例 我會舉 例如說 高興建的 林三 我覺得林三 是有在挑戰 一個行而上的 但是 是不成功的 挑戰 可是他的不成功挑戰 而最終你放到一個 華人過去百年的文學史上 他的挑戰 就好像 《辛亥革命第四次第四次》 第一次那個 還是會被記得的 我覺得還沒成功 第二次是什麼 第三次記得會被記不下來 那中間之外 其他沒有參加的那些人 就可能被遺忘 不過這個 我絕對同意就是 那個華人當代文學 真正下一步 要回答命題 或是華人當代所有的創作者 真正要回答的 一定是行而上的 不管是神學 或是哲學上 我自己 其實從那個 《動物三不久》之後 基本上 稍微退一下一個大寫 那不是我不寫 而是我實際上 覺得 真的就是要再回頭去思考 一個比較 所以我現在其實看比較多是 哲學跟神學 尤其是神學書 尤其是西方 比較偏 中世紀比較偏神秘主義這種 就是對我來講 我就去找一個 我感興趣的東西 然後下去我想 就是到最終 你自己的思想 跟你自己的哲學觀 這個 會相當多 我覺得那個 可能 就是說 我們在看那個 不管有沒有看 莫言得 莫貝爾文學講 那個 關鍵已經不是誰 過去已經得了一百多人 再多誰 可是真正是說 華人在那邊 就是哀嚎說 怎麼會輪到 輪不輪到 不是輪不輪到 誰的問題 而是你的整個文學 到達一個 一個時代的 他對你的要求 跟命比上 我想那個 那個是你在講的前一個 那浩德 你在講那個 兩個 那個 那個 勇目跟 對 那個其實是 那劍鴻其實 真的是很準確 他點出 他覺得我 好像從來就是 一個 有目的 然後總是 雖然不斷的 好像尋找一個 一個歸宿 可是 又立刻轉身就走 好像這個 這個 我覺得他點得很出 我沒有虛擬這樣 不過我再回頭看 確實是 就是 不願意停留 雖然不斷的追求 可是就是永遠都停留 然後轉身就 轉身就走的 非常快速的 姿態就是 非常絕 非常絕絕 那個是很有趣 那這個可能也是跟我自己在解讀 那個 就是我們 OK 無論如何 我們就是 我的身體就是 處在現在這個時間 時空 那這個時空 到底是什麼 這個時代究竟是什麼 我們做個創作者 就只能反映 第一個要反映這個時代性 然後同時 反映一個 超越時代性的事情 那這個時代性 絕對會影響我們 我們躲不掉 這個時代性 對我來講 我自己的解讀 就是我們這次夾雜在一個 農業有明根 那個有莫名之間 我們又 又重新 從農業文明 那種 永遠你可以回到一個固定的點 永遠讓你安息 你的生老病死 永遠有死在那個點上 你永遠不用擔心 就是你生在這裡 你就死在這裡 落葉歸根那個事情上 一動 我們現在開始必須要 逐水草而起 我們永遠不知道 下一個點在哪裡 你最終會在哪裡死 埋到裡面 不知道誰會在你旁邊 你也不知道 那種一種是一種 有莫 可是有莫 不表示是悲哀的 你看有莫名 他們並不悲哀 我會去看有莫名 關於描寫有莫名的那個事情 因為那個反而吸引我 我會去研究農業文明 因為農業文明 我覺得農業文明 已經在我們的基因裡頭了 我們現在是 農業文明忽然出現 開始邀請我們 去過那樣的生活 然後我們慌張了 我們慌恐了 我說我怎麼可能 可能不跟一個人終老 這個怎麼可以呢 有莫名 你看他們的婚姻 你看他們的家庭 他們怡然自得 那我覺得我們這個時代 正好夾在這兩個文明中間 我們有農業文明的基因跟血 那事情不斷地告訴我們 應該要這樣做 可是我們現實 我們身體會逼過我們去幽默 所以這種 你開始被拼到兩個東西撕裂 就是你同時又向往的那些東西 可是你永遠不可能打到 你永遠沒有一個 永遠等待你的那個家 沒有這件事 這個事情要忘記 可是我們 不管像我們的 從小學的課本 還是不斷地在說這個事情 明明他已經不存在 他還是在告訴你 這個是存在的 所以我們是一個極端矛盾 然後我們就說 他不斷地宣告你 你要跟誰從一而終 你要永遠的 可是那個 在現實裡頭就是不存在 而且我們越看越不存在 所以那種夾雜 或者我覺得是時代 那我覺得在我身上也是 我覺得就有點像那個 誰說的那個 我們就是注定是有目的 我們是無可避免的 我們這時代的人 就是注定要有目的 你再依戀那個農業的想像 是不可能的 那 就是在我身上看到 但是我覺得完全準確 但是同時我覺得是 整個時代的問題 剛剛不管講到 欸 我不曉得是不是 應該要留給觀眾時間 還是 就是 我簡單講一個 然後你再 結語 然後我們再請 觀眾來提問 就是說 剛剛講到不管是革命啊 或者說整個時代 還有講到 欸 怎麼還沒有輪到我們啊 等等這些東西 那我在想 其實 這裡面點出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 其實今天 在藝術創作上面的一個水平 跟他的 跟他所能夠到達的地方 其實是跟社會 對這件事情的支持度是有關的 如果只是零散的一些藝術家 或創作者 被國際上看到 他事實上其實 一定 沒有辦法挑起整個文化之間的對話 他一定是非常局部的 好那 所以我會覺得就是說 其實這裡面 提醒的一件事情 就在於說 我在想其實在座各位都是非常重要的人 好就是說 如果沒有 更多在人間裡面的對話者的話 其實是 沒有辦法養出很好的創作者的 好 或培養出很好的創作者 那這個 又讓我想起一個 跟法國會有關係的 因為現在 法國性格感覺上 好像要多想一下 跟這個關係 就是說 這是Jean Cocteau 他 他曾經跟一個朋友聊天講的 就是說 他有一個朋友就很生氣 就跟Jean Cocteau聊到 就是說看電影的經驗 好 然後那個朋友就說 他最受不了 就是說 有人在電影院裡面看電影睡著 好 因為 就是說看藝術電影 或看人文電影 然後看到睡著 然後 然後Cockeau就跟他講說 你知道嗎 坐在你前面跟坐在你後面睡覺的人 是讓你可以繼續看到這些騙子的人 也就是他們有一種莫名的熱情 然後他們買了票 可是看不懂 或覺得很無聊睡著 這些人是重要的 好 那我在想 就是說其實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 就是說我們會看到Jean Cocteau 其實他 他有這種非常失意 然後非常寬廣的一種概念 好 那 我在想 我 我其實剛剛在親約在講的時候 其實我有想起一個人 其實就是侯孝賢 因為我覺得其實侯孝賢他拍 悲情城市的時候 對我來講 其實他照理說有一個意義 就是說 他在悲情城市裡面在回溯228的這件事情的時候 事實上他那時候就已經宣告台灣家族的破裂 也就是農業文明的破裂 好 那也就是說 其實因為他原本那個故事 其實就是在講一個黑道家族的破裂 那我覺得就是說 其實侯孝賢他從那部影片之後 他點出了這件事情 然後其實他相應的有一些影片 他企圖譬如說 南國再見南國 或者說那個 尼羅河女兒 其實他都在講這種幽默的東西 可是其實沒有成功 或者說在台灣沒有辦法被延伸 那我覺得其實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事情 我們對吳孝賢 或者說對侯孝賢的期待 其實還是會回歸到 回歸到一個對家的 對家的根源的某種想像 這個事實上這個也很有趣 這個也讓我來講到 剛剛就是 其實我講到蔣薛老師一件事 也一次也是硬科 我們今天對於不太多提 硬科可能是姓科 我不是故意的 就是有一次 硬科也是要做蔣薛的專輯 那賈老師也找我跟他對話 那也滿有趣的 然後我跟蔡美亮對話局 我都是有點像劍鴻 我超喜歡幹你這個角色的 我覺得 那發文真是太令人愉快了 你可以問任何問題 你問 就是 那我問蔡美亮是Faspinda 然後問蔣薛的 就是坐下來 然後全部準備好 他沒有觀眾 就是一個 是一個 就是 然後我問他第一個問題 我相信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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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講三次 那其實什麼叫相信愛情 這都是對我來講 是不是兩件事 就是 你還相信嗎 相信包括 你面對這整個 一切崩解的過程 一切才崩解 就是像 偶像以前看到的崩解 法師賓達看到的崩解 然後 你到底想不相信 我不是純粹的說 他想不想談戀愛 還是他相信 那蔣薛事實上 透露出一種樂觀性 他 他當然看見這一切的崩壞 他看到一切的轉變 不過 他是相信的 某程度他是相信的 那 這個是跟創作者個人有關 就是相對來講 法師賓達跟蔡美亮 是不相信的 不相信的是 他們基本上是悲觀的 那蔣薛是維持的一種 積極的樂觀性 那個積極的樂觀性是 他自己 不管他創作 他面對自己 或是看未來 那他樂觀從何來 我不知道 但是基本上他就在談 那這個樂觀也有可能是 也可能是自己擋住那個 像我不知道 也許是唐吉克德士的樂觀 但是這種樂觀 對我來講 都是一種好奇 我想 那你到底想不相信 你為什麼相信 你為什麼相信 這等等的問題 其實都是回到一種崩壞 跟那個 就有點像我們說 像那個 那個 The Lost Paradise 《施樂園》 《施樂園》 有沒有就寫了 《施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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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整個瓦解的過程 他就寫到瓦解 然後 他到晚 他是在聖年的時候 他最 狀況最好的時候寫了 《施樂園》 他又再寫了一個 《復樂園》 《The Paradise Regan》 就是 他覺得他必須要樂觀 他要再寫一個序曲 就是說 我們樂園可以沖灑 可是 那個就完全撐起來了 因為 他是搶作樂觀 那搶作樂觀是無效的 那前面的《施樂園》 是絕對有威力的 因為那個是有力道的支持 那這個都很有趣 他那時候 他那時候 在那個時候 寫這個書的時候 我們就看見 整個幾乎教文明的 崩壞 崩壞是那麼強烈 雖然他努力寫了《復樂園》 那個是勉強的 他只是要 他覺得他對大家有責任 然後 還要再寫一個樂觀的 就是一個圓滿的結局 就像 叫洪洪夢寫到最後 就是必然的崩壞 那怎麼辦 你要怎麼收 你要怎麼收成一個 一個團圓的 一個大團圓 收不起來 那個也是很有趣 就 基本上這時代有他必然性 那你做一個創作者 你到底要怎麼回應 或你可不可以扭轉時代 或什麼 我覺得也是有趣的事情 那 我們現在就把現場的時間開放給 來一分 我想這是非常難得的機會 憲哥一向 得座談一向會留有一段時間 讓他跟江澤有一些最執政 直接的會議 所以他一向把握這個機會 我想請教一下兩位老師 就是 你們是過怎麼樣的童年 讓你這麼有同學素養 因為這樣很構築你的建築 思想建築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現在離童年已經很遠了 在現有的空間裡頭 我們如何去感受我們自己 謝謝 我們各自說嘛 我們當年是分手 童年很有趣 因為我是在屏東 潮州出生的 所以我到十歲以前是在屏東 對我來講 那十年 基本上是我童年 而到台北 我覺得我那時候搬到台北 就大衝刺 結果我覺得怎麼這個世界變成這個樣子 就是很奇怪 基本上 但我是在一個公教人員的家庭長大的 我父親是公務員 我母親是家庭主婦 可是我們家有六個小孩 所以很多 我是老四 所以基本上 我的父母 因為太多小孩 所以他們其實太管 那管不了 就是太多跑來跑去 所以我 那我大概就是 因為我沒有問題 我也不知道問題 所以我就是 完全可以一個人在那邊 就是一直這樣按自己的方式過下去 那 根據後來 我兄弟姐妹 我父母的苗子 就是反正我就是一個人 永遠在那邊 然後自己會找本書 或找個事在那邊做 然後永遠不需要 不需要任何東西 那是蠻奇怪的 然後 另外一個是 另外一個是關於記憶力的事情 可能跟我同年也有關 就是 我的母親後來在 我成年以後 她常常跟別人描述我的時候 她最喜歡講 她說 這個誰 某某人 她小時候 記憶力很棒 她說我記憶力很棒 我完全沒有 她說 因為我們家那時候 有一個小朋友的小黑板 就放一個滴滴的一個小板 然後就是給小朋友自己去寫 然後她說 不曉得我幾歲 大概四歲還是什麼時候 然後有一天 她就看我坐在那黑板前面 開始寫 波波波波 然後就長得到也把她寫回來 然後她 她說她被嚇到 因為 她覺得非常會 那當然我不記得這一段 可是她就很 很得意的 就是 就是不斷地被別人做我的 非常棒的記憶 可是我到 我大概小學 一到時間 我在屏東那個小學 因為屏東 很競爭力比較低 反正我都覺得 我沒有在準備什麼 都沒有問題 然後我一轉到台北 五年級 我就發覺 我不是一個好學生 然後 而且我們那個 那個果文老師 郭語克老師 就是 每天都要背書 每天都要 就是放學的時候都要背書 我們背完 誰背完誰就回家 然後我就發覺 我完全不能背 然後 我從小學 五年級開始 就不能背東西 到現在還不能背 所以我考聯考的時候 什麼考英文 什麼單字我也背 英文我就考很差 果文如果考背書 我一定完蛋 歷史地理我一定 沒辦法考 我歷史地理從國中開始 對不起 然後 所以我後來去念賈祖 所以我不用咖啡是故事 對 就是 就是 我提這個意思說 我的童年對我來講 有一個奇怪的轉換 從一個我母親宣稱的時候 我的記憶力是超人的 到 我的記憶裡頭 我的記憶力一直是我的 最大的問題 然後 最有趣的是 我算讀很多書 可是其實你 像有一次我一個朋友 我跟我說 你最喜歡的唐朝詩人是誰 我說李赫 我說 你可不可以背首 你最喜歡的是 我為什麼背不出來 可是我真的讀李赫 可是我背不出來 那這個東西 這個記憶力的東西 對我來講 變成一個有趣的東西 有一次 有一次也是 也蠻有趣 不過這個 好像我一直提我跟那種很厲害的人 有一次我跟王文鑫對話 然後 好像我跟那種超厲害的人 然後 就是那個主持人 就問我們兩個人說 你覺得你的最大的優點跟缺點是什麼 就問王文鑫他的優點 問我 我的最大的優點跟缺點 然後其實在我成長過程中 我一直覺得我最大的缺點就是記憶力 因為我的考試挫折很大 我從國中開始 大概每學都至少英文歷史地理 就是一直都不及格 就是沒有及格過 因為我背不起來 什麼鐵路跟什麼鐵路 我就是背不起來 那就是一定考不及格 然後數學那種 理解邏輯的我OK 我就應付了這樣 那我就 那時候他就說 請問你的 你覺得你自己的優點 最強的優點是什麼 最差的 我說我的缺點就是記憶力不好 那個一直給我很大意義 我一直很自卑 我覺得我都沒辦法記憶任何東西 電話號碼 我以前出國去旅行 就是出國計行一個禮拜 然後我出去這樣轉一圈回來 我可能去提管器的時候 我就忘記了 就會忘記了 我現在除了我自己的電話號碼 我記不得任何別人 這樣 這個是 不過 重點是 我說我的優點 我說我的優點 我後來我發覺 我的記憶力不好 現在是變成我的優點 尤其在我的文學創作 或是當我在書寫的時候 因為很多事情對我來講 我都其實有感覺 可是我沒辦法記 所以那個東西對我來講 已經 它就會脫離掉一種規範 可是它存在 所以那種 那個東西到現在 就是 我其實會受 因為我會受很多人影響 可是我不容易被它 因為我記不起來 那基德哲有一次跟我說 他說 作為文學家 一個重點就是 你的北京話不要帶來 北京話已經是被約束到最中間的語言 他說你如果那個太純正 太純熟的時候 你寫不出好的文字 那些文字是必須還有一點邊緣 要有一種模糊 還有一種自己要去決定 而不是理所當然的 如果說你太純熟的理所當然 你永遠不會變成 古基的作家 那這種 記憶力不好會使你 不得不模糊 不得不模糊 你要重新定義 同學尋找 那個 後來我覺得那是好的事情 那我的童年 我對我來講 印象深刻就是 記憶力就是最早 我母親 他後來他不知道 我每天那麼晚回家 是因為我背不出書 所以他還是 不斷的跟人家說 我的記憶力超容易 那我也不好意思跟他揭穿 可是這兩件事情 不斷的交織 可是到現在 最 最早是被稱讚 最後變成我的 簡直是 成長的恥辱 因為 我考大學年考六科 我英文放棄 因為英文 我英文就放棄 所以我就不讀 我就讀五科去考 可是後來我英文真的還不錯 因為我到國外 我不用背 只要不用背的 我其實是可以把它學好 在台灣那個是你要背 背我就沒辦法念 可是這個 可是這對我還是 一直都是一個因應 可是到後來我就發覺 原來我記不起的事情是很好 因為 就包括記憶 就是你的記憶記不清楚 你可以小心再去定義它 跟重新把它組夠 這個事情 我覺得後來 我現在覺得還是很棒的 這次 那個Fate 那個現在 現在 我其實覺得 童年很重要 我現在其實 我再來 我在思考下 在寫那個長篇 但我這個長篇 一定就回到童年去 就是童年變成 對我來講 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個來源 所以我覺得童年 對小數家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只要往童年走 源源不絕而已 對不起 其實那個 慶悅其實在他的小說書寫裡面 其實真的是 童年或是說青少年的那段時間 其實是 有相當大量的取材 那 我如果說我童年 其實今天照理說主角應該是慶悅 我覺得如果 用現在再往回看 用簡單一點的話講 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 我 我的童年 就是我出生 其實大概就是 台灣經濟奇跡的時候 然後 加工區域那時候 非常的盛 所以 然後我出生在高雄 你到底是幾年 你就直接說 你都沒有講 都要逼我講 好 這個保留 因為我看這邊 女性其實比男性多 就是 我覺得 其實我從 一出生 我開始懂事以後 其實 消費這件事情 就是一個 我記憶當中那樣鮮明的事 也就是說 我常常會被商品吸引 好 然後 然後其實 你們知道就是說 其實我一直到 高中 畢業 我還沒有完整的念過一本小說 我完全都圖像 只看圖 看漫畫 看卡通 看電影 我會去看電影 可是我不會去看小說 所以 所以其實我 應該是從大學才開始讀文字 其他都用背的 就是大學之前都用背的 那 所以 我覺得 但是 就是說 慶約他現在英文比我好太多了 所以 所以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弔詭的狀況 然後我覺得這個消費 就是說 我就是很容易被視覺吸引 然後就是 我覺得台灣其實 也是一個消費者 其實台灣很少在國際上 扮演一個 所謂的 製造者 他比較像消費者 也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社會裡面 其實 對 在思想上 其實我們常常就是不斷地消費消費 那當然這個消費不是指壞事 而是我們常常就是必須去買一些東西 然後來 來學習或來幹嘛 然後 然後 我覺得 這裡 我的童年幾乎就在這種商品消費的快感當中 一直在發生 所以我思想來得很晚 就是說 我其實一直到大學 才開始看小說嘛 可是那個衝擊很大 就是說 當我大學開始看小說的時候 我就 我就 就是那個時候其實很文青 就是 立志就是說 要去除掉一切的裝飾 所以就去除掉很多商品的東西 好 那 那到現在就是說 會被太太先說 好像都不會打理自己或幹嘛 那 那個 我在想就是說 在很長一段時間 包含了我 後來甚至我去法國念書 我更深刻的理解到了一個 作為一個思想的消費者 也就是說 我們一直沒有辦法在思想上 成為一個原創者 所以其實 後來的理解就是說 雖然已經沒有在有消費商品的快感 可是其實發現原來 我連我自己的想法其實都一直在消費 那 所以我覺得我現在 其實在努力的工作 努力的在 在試著去做的事情 或建立的事情 其實是在釐清自己 也就是說 我在釐清我過往 在很努力的去學習歐美的這些思想體系 那我現在有沒有辦法用這些東西去 作為我跟他們再重新開啟對談 也就是說 我不再只是單純的一個消費者 就是說 你們生產東西我愛消費 而是說 我如何可以用一些想法上的內容 開始來跟他們進行商榷或對談 那這個其實是我現在在努力的事情 這應該也是一個這個時代的命題 不過像今天 今天的對話到目前為止 因為這場真的做得非常非常好的準備 所以我們一直看到一些非常 從金月這邊 就是面對他丟出來的一堆問題 然後也因此非常精采的問題 但是我倒是有一個問題是要問健康的 因為像我們剛才一直提到的 你剛才一直所講到的非常多的東西 尤其是因我注意的 或是比方說你提到的 你試圖在尋找情感的理性 你用的是這個字嗎 理性意志 理性意志 感性意志 感性意志 就是說試圖在 比方說在跟金月的這個談話當中 然後 尤其這是你現在所關切的一個更大的題目 感性意志 但是對我來講 會立刻出現兩個很大的問題 首先一個比較簡單的事 先回到你剛才說到的 就是說 對於思想或者是說對於我們所 因為我們可能都有 出國留學 或者是說我們受到比較重要的 西方的某一些思想 或者是說他們的一些價值的影響 這些成員 可是這個一定是一個要急於擺脫的東西 那我的意思是這種急於擺脫 比方說我們都比較熟悉的畫面的學界 我很喜歡的是他們一種寫ASIC的傳統 寫這種短篇的論文 那這短篇論文 常常就是在評論一個過往的 某一個人的什麼東西 我想這當然是包含他們一些知識分子的姿態 我的東西並不是從憑空而來的 那個來的那個過程當中 有這樣的一個重要的一個基礎 而這個重要的基礎 事實上經有評論的時候是有細膩的 可是我絕對會非常強烈的去強調說 這個東西是延續的這樣的一個思想的脈絡 而這個思想的脈絡 事實上常常跟社會跟歷史的脈絡是相關連 那過往的那個情境 所以那個時候有那樣子的思考 我們今日的這樣的情境 我們在重複它的時候 要像採豬人 採珍珠的這樣一個人的意向 其實也一起穿 那如果我們嚴格看二十世紀的西方 尤其是法國的市場下 他們的這些來源 也不會只是侷限在法國的寫作 甚至是更繁的 所以這個會變成是一個有趣的事情 就是說在今天的過程當中 我們一直在強調的 其實這一年要怎樣跟他去建立幾個新的關係 能夠用這樣的字眼 因為我不認為我們可以擺脫 但是建立一個新的關係會是什麼 那拉進來的會是一個更大的一個秘密 就是剛才也提到蔡明亮 然後我也想到曾經來興哥多過座談的相關的羅安 我自己非常喜歡他 因為我覺得他的角度會是一個 我們在反思台灣社會的時候 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角度 因為他現在所依賴的一方面 有他人類學的這些 這些學術的這些訓練 另外一方面就是他的族人 傳統的生活方式 但是他的文字裡面 同時會充滿著理想 但是又是仇場 我想我們可能進入二十世紀 每個人都已經要面臨這一個很大的課題 就是個人跟我們周邊的這些 我們要說叫做Decor的東西 就是說這些道具固執之間的觀念是什麼 而我要問的一個大的問題就是 在這個當中 如果在你適合尋找台灣的這個 你們剛才說的感性運氣的過程當中 有可能找到一種集體性 而這個集體性是重要的 這個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 我在想就是說搞不好其實這個問題 其實庆月可以回答 然後我先 我在想就是說我剛剛在 就是說如果用一個很簡短的這樣的描述方式 其實很容易讓人家覺得覺得 很容易讓人家有另外一種想像 那是不是就是要去尋找台灣的根源 那其實對我來講就是說 應該如果很簡單的講就是說 如何把歐美或國際的販本變成世界資產 我的想法其實是這樣 也就是說當我們不是把它當作販本 而是這些東西就是資產 那我們就會參與 因為我們同時是掌握資產的一份子 所以其實我倒覺得就是說 我從來沒有想過擺脫 我比較想的是其實就是就地合法 台灣對就地合法很熟悉 就是說到處都來就地合法 那就是說我覺得其實是 就地合法其實 接下來要爭取的就是說 我們有沒有可能譬如說 就是說我們不是一碰到法國人 我們就覺得 真正的德勒茲是怎麼想 或真正的卡米歐是怎麼想或怎麼樣 我們有沒有辦法跟他講說 我們在台灣我們會怎麼看卡米歐 然後卡米歐也很棒啊 就是說他搞不好也可以是我創作的一個源頭 也就是說我們因為我覺得 不管是一些第三世界國家或台灣的位子 或很多其他小國家的位子 其實常常其實是把他們當作範本 然後他們也常常因為這樣的關係 他們其實基本上就是說 有很多這些國家先進國家的知識分子 事實上他們是很開放的 然後可是其實對他們來講 因為我們都想要從他那邊獲得根源 所以他也久了 我現在也覺得自己好像背負著根源 那我覺得其實這個關係是可以改變的 可是這個關係改變並不需要跟他們對立 而是我們要更積極的 就是把那些妻妻啊或說男人啊男童什麼 全部都把他們當刮回來 我在想的其實是一個更積極的在思想上面的一個詮釋跟創新 那我覺得其實這個可以從歐洲的歷史來考量 就是說其實歐洲從16、17世紀 就是16世紀他們商業非常的興盛 到了17世紀的時候他們開始出現了就是cosmology這樣的一種哲學的姿態 那cosmology的出現其實它很重要的東西就是說 他們開始不管他是荷蘭人 或者他是法國人或者他是就是說普魯士人 他們在思想他們的思想的時候 他們都有一個理想就是投射到一個普世 這個從17世紀一直發展下來 也就是說為什麼法國人他們的哲學家 或者說德國的哲學家或什麼他們在談事情的時候 事實上其實他本身語言就是說他一旦想出一個想法 或他在進行語言的產出的時候 本身就已經在產生連結 這是他們從17世紀開始的一個語言特質 也就是有世界的想像 那我覺得我們現在就是說 因為台灣最矛盾的地方就是一直在講國際話 可是我們一直在很容易就封閉起來 很容易就切斷這個關係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其實現在我們反而是 如果我們去考察歐洲的歷史的話 我們其實要有的自信 當然這也要相當的努力 就是說要有的自信是我們講出來的事情跟世界有關 那我覺得其實這件事情很重要 跟世界有關不是說我一定要德國人來邀請我 或法國人來邀請我 不是這樣 而是我們自己要先有這個內容出來 那我覺得其實你剛剛提的這個問題 其實我基本上其實目前是這樣在想像的 我稍微插一下 我是很同意那個健好想法 可能舉個例子 就好像現在很流行的那個餐廳都是Fusion 他就譬如說沒有全然的Fusion 他的Fusion你還是有一個本體 本體還是要確認自己到底是日式料理 然後Fusion 然後就好像我是做台菜 可是我可以用松露啊 可是我的松露就是我台菜的詮釋 我不必管你法國菜怎麼用松露 我也不用你來糾正我的松露 我可以詮釋松露 松露是從你來的 但是我會用我的方法詮釋 那主體要確認 這是台菜的處理方式 松露你不管你的幾百年是怎麼樣處理 在你的系統是怎麼樣 不管我不用你來糾正我這個東西 該怎麼支付 這個東西我們同樣 這是一個原材 而這種思想是跨國際 而是你要有一個主體去詮釋它 那那個確認很重要 我想就是我們在談的就是 那個轉換主體轉換跟確認 其實是還其實都還沒有出來 所以我們會不斷的被糾正 而且不斷的心虛 後面呢 我也想過一件 就是 你不是在剛才四孔哥的 有人是慶約派來的 沒有 我可以講給大家聽得到 沒關係 我可以講給大家聽得到 一個 因為您在 因為我比較晚進來 不過進來的就是 就聽到您講三個 敬見 見自己 見天地 見眾生 那我想 從我們這個題目 就是 來請問您 那個 那個 這個好像也是 剛才那位先生你們沒有回答 就是 我們在現在的位置 怎樣只能夠去 來到你們剛才的這些境界 就位置來說的話 其實我們現在 其實沒有辦法見天地 我們現在這個樣子 那也沒辦法見眾生 因為大家只有見到你們 甚至 甚至 見不到 那 這個是位置 那這個位置其實 我們 一直都在面對 當學生的時候 學校也是 上課也是這樣子 然後 工作了以後 甚至 以前工作的 位置 還可以自己變到 或者像現在 他們 就 就像遊牧自己的 但是 通常我們遇到就是像現在 甚至 更 把人 人的階級 更空間化 就是 OAR 你們這個位置 就這麼一小 而且 小的就是做前面 大的做後面 它更大的都有自己的空間 那這樣子 就是說 唉 我想 請 這個是第一個問題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我們就是從這個建築來說的話 我們現在目前都沒辦法 接觸天地 我們明明需要 空氣 但是我們卻用冷氣 就是 沒辦法 這是 這個幾乎是我們現在 面對著我們的居住的空間 這個建築 就是這樣子 那 那這樣子 然後第三個這個 您剛剛也特地 知道說 我這個 把國性歌 跟成品 就是一個不同的對照 那 我覺得好像 我覺得一樣 就是我們有沒有看到 接觸天地 那也是一樣這樣 白白做 然後 可不可以請你細次的去描述 我們在這裡 幫我們民黨 我們怎樣的去感受到 那個 那 那 那 我特別 我特別希望就是 您能夠從 您有提到描迫 和樂制的 跟描迫 還有從 那個 那邊的 那個 文電 這兩個思想 能夠抽出這個事情 來幫我們 做一個 有點複雜 可是我在想 就是說 其實 這位朋友的提問 裡面 我覺得有兩件事情 我覺得先釐清 然後再回答 就是說 第一個我覺得 其實 剛剛這位朋友提問的 內容 或者提問的方向本身 其實就已經在朝向見眾生 的努力 就是說 然後我覺得就是說 其實見自己 見天地 見眾生 這種語言 它這種語言的指涉 其實它不能用實證的方式 去講 就是說 因為 用實證的方式 你說天地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 其實 其實這三個 這三個面向的一個 一個成立 它基本上還是一個相對的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一個是 我們有沒有辦法 真的好好的來審視自己 然後來理解自己 然後所謂的見天地 不是說 我們真的要到 比如說 喜馬拉雅山上面 才叫見天地 其實喜馬拉雅山也沒有見天地 因為它 你站到喜馬拉雅山的上面 你就看不見紐約城 所以 那天地也不是說 一個非常具象的 非常實際的 這個東西 而是說 人有沒有開始辦法 擴大他的視野 去想像 所以那是一個 那是一個視野跟想像的 一個狀態 對我來講 我的認識 但王家衛的想法 不一定一樣 好 那個見眾生的話 其實對我的想法 比較是說 我們有沒有開始想到 就是說 當我建立了這個 cosmology 就是說這種宇宙學的 或者普世的想像 跟視野的時候 我有沒有辦法 開始跟人溝通 我有沒有辦法 回到一種 人類學的 一種 一種 從實際的行為 跟從實際的 語言實踐裡面 再回來 改掉自己 好 因為見天地 它事實上 是一種非常精英的位置 OK 那 其實見眾生就是 就是我如何把這個精英的位置 在入室 在入室 那我在想就是說 剛剛這位朋友的提問 我覺得非常的重要 就是說 一方面它是具有政治性的 也就是說 比如說為什麼座談的空間 是這樣安排 那我在想就是說 空間的座談 為什麼這樣安排 它確實會產生一個 就是說權力的象徵在這裡 一定會產生這樣的現象 然後可是我們不要忘了 就是說 會有這樣的一個空間的行程 它事實上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 它的效率 效能是高的 這個就是非常現代性的 一種思考方式 那我們現在因為我們 又接收了 比如說像 復刻這個 國際資產的 就是這個世界資產的 一個啟發或幹嘛 然後我們對空間 也有一些更寬闊的思想的時候 我們現在來面對權力 這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就是說 重點是在於說 我有沒有在利用這個權力 或者我利用到什麼程度 我有沒有可能期待 有更多的權力交給空間的另外一端的人 我在想其實這個是大家在嘗試跟努力的 那這個效能要不要丟開 我覺得其實這個需要更大的信任 因為我們看到其實現在越來越 其實從野草莓開始有一個例子 然後現在越來越多 比如說有一部片叫 佔領布拉格就是 他們全世界為了反居巴 然後騎腳踏車聚集到布拉格去 其實我們會發現他們的開會是 每天每夜的 就是說因為要徹底的民主 因為在空間上要取消所有的這些 象徵性的權利關係的時候 他會每天每夜 那其實這些東西我在想就是說 因為畢竟我們大家並不是已經建立了一個信仰 就是我們要反居巴 就是如果我們有個信仰的話 我覺得我們可以去除掉這個象徵性的權利 大家來談 這樣可能還是會獲得一些什麼 可是我們如果還是一個就是說 因為畢竟人跟人相逢本來就不容易 就是說假設我們只有兩個小時在一塊的話 那我們如何在同時運用這個效能的時候 然後同時有意識的去平衡這樣的事情 其實我大部分在我的演講裡面 就是說如果說主辦單位定兩個小時 我通常大概都講四十幾分鐘我就停了 我就開始跟人家談 為什麼 因為這個冒很大的危險 那很大的危險就是說 你講四十分鐘然後就要跟底下的人談 底下的人搞不好就對你很冷漠啊 或者說他覺得你很無聊啊 就是說很有可能會經 就是說面對到這種效能上 突然產生問題的時候 所以我在想其實這是一個動態的狀態 因為剛剛也提到游牧嘛 我在想游牧有一個東西就是說 我們隨時保持著一個對環境的敏感度 然後我也很感謝你提出來這樣的問題 然後我們大家如何去把這個權利關係 盡量的去爭取一個平衡 那為了爭取這個平衡 其實可能各位還可以再更 就是說比如說我們可能就會期待 哇底下的人其實開始發 就是說開始發言他的想法 那我也覺得這個大家其實 如果有這個信任的話 其實大家可能都在人體當中 我可能會這樣想 然後剛剛那個朋友提到一個混變 我稍微工商 工商服務一下 所以說我曾經測過一個展 然後曾經發展過一個想法 其實那個混變 因為其實他的那個字叫做 Transplex 然後Plex其實是 其實來自於Complex 也就是Plex其實它本身是一個團塊 是一種複雜的狀態 然後為什麼用Trans 其實那個是對亞洲歷史的一個考察 也就是說其實我們不能用佛羅伊德的 那種探索Complex的方式去處理 亞洲人的心理狀態 為什麼不行 因為其實歐洲它有 它有兩條非常重要的資助 一直到現在其實都還是起著效用的 就是基督教傳統跟中產階級的傳統 這兩個傳統使得 就是佛羅伊德的學說是可以成立的 也就是用Complex去討論 那當然有經過拉康的一個改良 可是如果到亞洲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根本追溯不到Complex 我們的Complex都非常的短 然後非常的多種 它會來自不同各式不同文化的來源 一直衝擊然後一直造成傷害 也就是說我們的傷害跟壓抑是 就是不斷的在trans的過程 不斷的在轉化 不斷的在跨越的過程 所以其實提出Transplex 其實它是一種 其實是在描述亞洲的那個心理狀態 那我覺得就是說 其實這跟今天在跟慶樂對談的內容裡面 當然也是關切到了這些面向 可是這些面向其實目前是 還很少去理解的 對 我接一下就是談到弘洛伊德這個 其實我非常同意 其實跟今天談的都可以印證 就是說像弘洛伊德這個依賴的心理分析 以及那種心理醫師 你給他清楚說出的事 這個基本上是整個是基督教的邁論 或者convention這個系統 然後那因為宗教系統的瓦解 你不再信任宗教系統 你可以去告解 你沒有告解對象 心理醫生出現 他還是替代 可是在東方的文明 這個化解從來不是透過這個系統 從來不是告解 所以突然這個引進來 我們要開始學習去告解 你的父親從來沒告解過 你祖父沒告解 問一下看你連怎麼告解都不知道 那他們是在他們整個脈絡裡頭 所以整個這個心理 就是弘洛伊德這個脈絡 所以我就這樣直接被引進 那現在大家還是這樣做 這就跟我們間內一樣 我們那種藤上的遺址 其實是跟他的文明 那個文化的關聯太大了 假如說剛剛那個朋友問 其實他指這裡說 我開照 我發覺我們的題目 其實今天叫做建築與空間 我們好像都沒... 因為我好像有點對不起 我稍微也舉一個例子 就是在談到說 空間跟建築在這種藤上的遺址 就簡單的 OK 東方人的家 歐洲人的家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是非常不一樣 基本上 我們看一個四合院的家 跟西方 這個佛拉丁 從意大利發展出來這種莊園的房子 最大的差別就是 西方的家是一個完整的內向 它一個外牆把世界擋出去 一切都在裡頭 就像我們現在的公寓 那東方人家 其實是 它不斷的是在室內室外交錯 你從一個房間出來 你要去客廳 你要走個院子 然後你要去廚房 又要走到院子 你上水又要走到院子 所以基本上是在室內室外 為什麼 因為就是西方的這個 整個建構自己是人神關係的建構 東方人家其實是人跟這個宇宙天地的建構 所以你要不斷的跟那個 到戶外跟這個天地 所以跟這個宇宙不斷的對話 那個對話你不會覺得 為什麼我要靈雨 為什麼我要靈雨 因為那個跟你是一體 所以它不是刮風下雨 對你從來沒有招容你再來 可是現在所有人覺得 我們做建築師 你去給人家設立的房子 你從臥室到浴室要走到戶外 你被罵死 可是幾千年下來都沒有人 怪這個事情 為什麼 是因為 他認為這個本來就是理所當然 那第一個 我們跟天地的這個 在居家宗教的關係被斷結 我們又沒有人神的關係 所以我們其實兩頭落空 那這其實就是整個 我們文明遇到的問題 我們是兩頭落空的 我們 包括我們又接不上 我們人神關係 我們去學佛洛伊德的那個 精神分析跟告解 我們根本沒有告解的傳統 可是我們還是照樣模仿告解 這一切都其實 我看起來都是蠻可悲的 其實我再稍微講一下 因為剛剛 這位朋友其實 我覺得他的慾望跟我慾望其實很接近 所以 我再稍微描述一下 就是說 其實 其實我們目前大多數的講座 或者說座談 其實這些形式 他其實是在一個基本上我們找不到一個市民社會裡面彼此溝通的一些有效形式底下我們運行的機制 那如果說我們要已經思考到這些權力關係的話 我們可能更期待的其實是今天重要的不是這個輸出嗎 重要的是有一些人有一些想法 然後他有累積一些工作 然後他是不是這些工作可以跟別人分享 那其實我們如果回到就是說 就是說 有一個法國哲學家叫 他 他的博士論文其實就是在追溯十九世紀的時候工人的集會是如何產生 那這裡面有一個非常重要有趣的就是說 為什麼晚上對工人那麼重要 因為工人都要上班 都要去做工 所以他們能夠去面對另外一個工人的時間 他們可以去面對其他跟他同個族群的時間只有晚上 所以思想的可能也就只有在這段時間 那這件事情有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我想在座也有很多人其實都有想法 那當你有了一些想法 你也累積了一些東西以後 你事實上是可以就找幾個朋友就聚會起來 彼此交流 我覺得其實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為其實即使在就是說在歐洲他們那麼長久的一個共和或者民主的經驗底下 他們到現在還在不斷的在尋找市民社會裡面的這種集會的可能 那我在想就是說其實剛剛這位朋友他提出來的這個問題 就是說其實如果就以單一的集會來詮釋的話 那確實我們好像是既得利益者 因為我們坐在上面還有還有水還有咖啡 你們還要等時間到才能夠去拿水 那確實有這個權利關係 可是如果我們放大一點在自己的生命裡面看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其實應該更開放更積極的 就是說我們如果有什麼想法 我們看了一本書 我們就找四五個好友來家裡 我就真的跟你談這些事情 我覺得其實這 而不是三五好友聚起來就是唱歌 我覺得其實可以三五好友聚起來去談一些想法 我覺得就是說 就是說台灣要出好的創作者 或台灣的社會的文化的水平要能夠往上衝的話 絕對不是說安排這種聚會 然後坐在桌子上面的這些人來決定的 其實這是我的意義 現在已經四點多一點了 那依照信哥的習慣就是 我們有準備非常簡單的查點 那兩位主講人如果時間續可的話 非常歡迎再留下來 我想我們可以繼續這些討論這些思辨 只不過是換成一種比較自由的一個 一個盡忠自在的方式 那我想剛才建宏還有慶悅兩位老師 他們所談的這些種種的東西 我想就是今天的題目非常好的一種體現 就是說事實上有很多 在我們關切我們的生活 也就是說當個人要跟你周邊的這一些 不管是人際的關係 或者是歷史社會政治邁路的時候 有很多時候那一些專門領域的劃分 是相當沒有意義的 因為對於你在關切跟思考的事情 那些也許更多的是限制 那我們還是非常非常的感謝他們兩位 今天那麼精采的演講 是給大家給他一個熱烈的答案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